最近北部地区的气温居高不下 尤其是在日前更出现了38.5度的高温 因此频频传出了热伤害的事件 医师正是要提醒民众 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或者是处在通风不良 湿度高的地方都容易产生热衰竭 或者是热中暑等热伤害的现象 所以提醒您 包括外活动时一定要先做好防晒 特别是补充足够的水分 8月之后持续飙高温 北部地区更经常出现37 38度的温度 让人热到受不了 这种高温对于必须在室外工作的民众来说 真的是一大挑战 入下之后各医院急诊室 更出现了不少热伤害的病患 更新医院安康院区急诊医师表示 热伤害分成热痙磷 热昏厥 热衰竭与热中暑等几种 主要是因为长时间处于高温 或是温度调节出问题所造成 你工作时候长期曝晒在高温 或是空气不流通 或是你一直排汗的时候 你出现头晕 耳心呕吐 头痛 全身倦怠的情形 那小心就是会变成热衰竭的情形 如果患者进一步出现体温升高 无法排汗甚至意识不清的情形 那么可能就是热中暑 这个时候就要赶紧送医治疗 如果长期曝晒 然后体温很高 但是它的排汗又出不来 所以这类的病患 中暑这类的病患呢 它有可能你摸到它的皮肤是干干的 红红的 跟我们所谓的热衰竭不太一样 热衰竭就是冰冰冷冷湿湿 然后温度没有像中暑的 中暑那来得那么高 今年夏季高温频频刷新过去揭露 民众究竟要如何对抗酷暑 医师建议必须在室外工作者 要适度在阴凉处休息 尤其一定要补充足够的水分 可能你工作在户外啦 或者是你空气不流通 适度又很高的一个环境 所以基本上补充水分是一定要的啦 然后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空气流通啦 不要在一个闷热的一个环境里面 工作时间太久 另外医师也提醒喜爱户外运动的民众 最好利用比较凉快的早晨 或是黄昏 晚上时段 尤其是老人 婴幼儿与慢性病患者 最好避开温度高的白天 从事户外活动 否则也要做好防晒工作 遇到身体不适 一定要赶紧就医 记者陈平整门奇心店采访报道